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知识粉丝以及佛教人士,大家好。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十六级妥人坝,齐买子人。 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座的各位交流佛教文化。 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的是藏创佛教的仪式,题目叫藏创佛教概述。 藏创佛教的七院,大家都知道是印度佛教,不但是藏创佛教, 几乎所有的佛教的七院从印度佛教。 首先,在藏创佛教介绍之前,稍微提一下印度佛教。 印度佛教有2560多年的历史,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中共赚了四次法论。 分别是初说四地法论,苦地、祭地、灭地、道地。 中说五乡法论,轮回涅槃一切法自为空,也就是自空中观的见解。 后说分别法论,属于西轮的法、轮回法都属于自空, 本来具有的如来智慧,德项石塔弓。 这两个分开将是分别法论。 最后是五乡法论。 佛教在印度八十岁的时候,在印度的叫做曼达德拉嘎扎那,在这个地方赚了密宗的十轮金刚的灌顶。 这也是佛教一生当中的最后一传法论。 大家都知道佛教八十一岁的时候是一件元祭。 这是佛教在印度传播的基本情况。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讲藏创佛教的七十。 藏创佛教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 整个藏创佛教的历史可以分两个阶段,前红期跟后红期。 突破网朝的最后一代,叫做朗达玛,他灭过一次佛法。 在他灭佛之前,叫做前红期。 在他灭佛之后,为后红期。 前红期是突破网朝的,前红期的突破网朝第一代到第二十六代之间呢, 跟佛法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接触过佛法。 从突破网朝的第二十七代突破掌部,叫拉托托的年赞, 他的世纪有班哲大裸僧挫和一时利提斯, 是两位印度的僧人, 带着诸佛菩萨的明长经,宝结金钥,小金塔等入掌。 但是当时佛法未能在藏地传播, 所以将这些佛境供给了当时的国王。 这就是藏地对佛教最糟的接触。 那么,这时候所谓佛教入掌的意思, 也就是这些两本佛境跟这个小金塔, 两位印度的僧人带来藏区而已, 那时候呢,没有弘扬佛教的思想、间接、修行等理论的东西。 就像是佛教刚开始入汉地的时候, 也是几位印度的僧人带着佛经和佛的势力到了汉地的洛阳。 然后呢,在那儿建了汉川佛教的第一座寺院, 洛阳的百麻寺, 跟这个是相同的。 那么,正式的弘扬佛法是从公元七世纪的突破网巢, 松箴干部时期开始由大医师托米桑布札发明了现在的藏文, 并翻译了二世一部泄密经典。 佛法在藏地开始大规模的流传。 再后来,公元八世纪突破王赤松德赞从印度引擎了叫做康布普迪萨多和莲花生大师, 前后一百零八位伴着到入藏。 松箴干部,赤松德赞和这位看部普迪萨多和莲花生大师, 他们三位也在藏地建立了一座藏川佛教的第一座寺院, 叫做三爷寺,在拉萨的机场,从拉萨机场到三爷寺应该是二三十公里, 这么一个距离。 宁玛派,前红期的五大教牌之一的宁玛派, 也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 当时在桑耶寺也建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场所, 教授培养了大议师比罗扎那等一百零八位议师。 这些大议师们翻译了当时在印度十分兴盛的经典虚布伦典, 当时的翻译也极为严格在这里翻译出来的, 才能略如藏文的大藏镜当中。 这时候也剃度了于时其人等藏地最早一批僧人。 从藏创佛教的历史上看, 桑耶寺可以堪称为藏创佛教的第一座佛学大学, 而康布菩提萨多是第一位老师, 于时其人是第一批学生。 由此开始, 至至公元九十几突破王朗达玛灭佛期间为藏创佛教的前红契。 朗达玛灭佛真正灭佛的时间只有三年的时间, 但是他当时的灭佛的程度受到的酸害比较严重, 所以这个六十年当中在藏地几乎吻不到佛法, 尤其是在拉萨一带几乎看不到僧人, 就这样吻不到佛法。 然后到公元十世纪再次弘扬了佛法, 在这个时候呢, 从印度又引起了当时在印度的佛教学当中最有名的班之大, 叫做阿迪夏尊哲。 后来呢, 也在那个时候在大医师、仁琴桑波等很多医师呢, 反映了诸多经典至今为藏创佛教的后红期。 那么下面呢, 讲一下这个藏创佛教的五大传承, 或者藏创佛教的五个宗派。 这个呢分别是第一宁玛派, 意思为九派。 藏文的宁玛的意思是九的意思。 因为词牌是八世纪众也由前红期的脸花生大师所传理, 言词名为九派。 宁玛派是整个藏创佛教的祭祖角派。 其余的四个传承为后红期所传。 第二个是撒迦派, 也称道国派。 十一世纪是由撒迦五族, 撒迦的五位祖师所传理。 第三是嘎局派。 嘎局派的传世人为马尔巴。 嘎局派和撒迦派属于同一时代。 第四是绝能派诗三世纪由都波霸传理。 第五是新嘎登派野诚格鲁派诗四世纪由张喀巴大师传理。 下面是藏创佛教的特点。 我在这里藏创佛教的特点归纳为三个特点来讲。 一是传承特点, 第二是闻死特点, 第三是修行特点。 这三个特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在藏创佛教的历史当中非常强调, 非常注重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里归纳三个特点来描述藏创佛教。 第一,传承特点。 无论是神文称或菩萨称, 显宗还是密序, 各有度化中生的不同方便法门。 因此藏创佛教全眠接受并传承了佛陀四传法论的教义。 藏创佛教是邪密圆融的体系。 藏创佛教驻障身文称与菩萨称兵秀, 邪密结合, 证件与洁行并重, 尤其是在洁性方面, 以身文称的滤经位主要义举。 藏创佛教里特别重视传承, 比如说你要修行或者传降一部发门, 首先必须要得到它的传承, 若无便不可传法。 为了得到这样的一部传承, 也可以翻山越岭不顾间隙地去求法, 以此打成佛教传承的正童心。 以前藏创佛教的律师的大德们, 为了得到一部传承, 到翻山越岭很远很远的地方, 背着自己的心理和有点痴的, 然后去求法, 哪怕是一个咒语的传承, 也是非常地注重, 也是非常地重视, 这个是一个传承的。 然后第二是文识特点, 藏创佛教各排都有西同的文识修行, 大校五名是藏创佛教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大五名是知公朝命, 移放命, 生命, 移命, 内命。 校五名是知修辞学, 辞早学, 韵律学, 西菊学, 力酸学, 一公有神门学课。 在藏创佛教的寺院里, 主要文识的是大五名里的内命五不达伦和四名续部。 也有人在学习修辞学, 然后辞造学, 离算学等等校五名。 这里的名是学课的意思, 也就是说藏创佛教主要有这样的大校五名, 有十门学课。 五不达伦是知英明论、中观论、伯儿论、居士论、节律论。 在五不达伦里面, 这个伯儿和空心是佛教最有特色的观点。 为什么说佛教最有特色的观点呢? 因为当时在印度的所有宗教都认为是有我的存在, 承认我的存在, 承认我的存在。 所以在那个时候佛教退出了这样一个无我、空心这么一个观点, 推翻了所有的长旧跟实有实在这些观点。 所以这个空心跟这个博着智慧是藏创佛教里最有特色的论点, 也是说最有特色的观点。 虽然当时印度的很多宗教也承认因果和前世后世, 或者是这个除造的这个无常的变化是承认的。 外在的世界是可以变的。 这个比如说任何东西除了这个自我是不断地延续的, 它是不变的。 有一个这样的长久感。 有一个这样的长久感。 比如说同年的我、成年的我、老年的我都是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在不断的时间当中慢慢地增长。 其实是同一个人。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长久感。 其实这个长久感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自我的成就。 或者是自我的这种私有干。 所以藏传佛教的这个博日智慧跟这个空醒, 也就是第二传法论跟第三传法论的内容里面呢, 就推翻了这些所有的私有, 所有的私有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两个是最有特征的,最有特似的两个观点。 就下面, 最有两个观点。 然后在藏传佛教中, 藏传佛教中将博日和空心, 这两个呢也是来分开来学习。 五波大论里, 中观论主要讲的是空心方面, 而博日论主要讲的是正悟空心的智慧, 博日智慧方面。 截律论和俱事论也是各排必学的教材, 尤其是截律论, 很多藏传佛教的佛学院里, 派在五波大论的智收去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僧侶的截律和心为规刺, 要以截律论为标准, 所以派在五波大论的智收去学习。 居士论也是必学的一门课程, 居士论的内容主要是讲外时阶、 宇宙、田文、地理。 居士论也可以说是藏传佛教的时节观, 在里面讲了很多佛教的时节观点。 藏传佛教的时节观也是藏传佛教里必学的一门课程。 还有英明论, 英明论主要讲逻辑学, 在古印度的无论是外交还是佛教都特别注重逻辑学, 也称英明学。 彼此会通过各自主张的逻辑去维护自己的观点, 反驳对方的主张并以辩驳笑出疑惑。 这个逻辑学特别注重。 藏传以前在印度的南兰陀斯的半治大门跟其他教派的学者之间, 也有这个展开变经的法会, 或者是展开变经, 然后有这样的, 也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藏传佛教各排都有各排的主多诸伦哲所诸的中观论, 伯仁论等五部单论以及四密虚部的伦史, 非常多这样的伦史。 藏传佛教不禁全眠继承印度鲜密佛法, 而且更加注重文史修行。 因此在藏地翻译并传承了甘朱二和丹朱二。 在后红期中多, 伦哲对文史也做出了更大的改革和法杖, 建立了藏传佛教独特的文史和辩论方式。 学习知味和学位制度也逐渐逐步完善。 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来讲, 先学五部达论, 然后后学四密续部。 四序密法的传承是藏传佛教里 最高的法也是藏传佛教 从印度传承至今 并无有熟漏的杜特法门。 一个僧侣如果要学习藏传佛教的 五部达论和四密续部的话, 一般需要一八年到二十年的时间。 这个是每个寺院的情况 不是特别不相同的, 但是大概需要这样的时间。 但这个只是学业毕业 还没有到这个堪布或者是这个阁系, 就是这个阁系, 堪布阁系还要往下学习, 还要再考。 下面是第三, 修行特点。 藏传佛教由外修僧文称, 内修菩萨称, 密修金刚称直说, 意思是外在以受吃别解脱界的 小城僧侣心相, 内修大乘菩提心和慈悲心, 而最终见解与疗直需要通过正德无上瑜伽部来端除一切烦恼。 那么藏传佛教的主要修行是密成四虚部, 四虚部, 这个分别是四虚部, 行虚部, 瑜伽部和无上瑜伽部。 其中的前三者属于下瑜, 也称外瑜, 后者属于无上瑜, 也称内瑜。 藏传佛教的外瑜和汉传佛教里将的唐瑜, 这个唐瑜应该是唐朝的时候翻译的, 所以叫唐瑜, 基本一样。 后来汉传佛教的唐瑜, 从汉地穿到日本, 叫做东蜜, 这个外瑜, 唐蜜, 东蜜, 这三个秘法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内瓶现在只有藏传佛教有它的圆满传承, 藏传佛教的无上眜和下三眜之间有一下不同的特点, 这个有三种不同的特点, 然后这个不同特点呢, 第一是无上眜具有完碑的理论和修持的体系, 在下三眜中则武没有这样的完整的一个修行和体系, 第二无上眜中有大成就的修炼, 也就是寄生成佛的修炼大法, 但是在下三眜中只有一般的成就, 没有寄生成佛的这个礼法和修法, 如下三眜中只有有相瑜伽和无相瑜伽法, 没有生成和圆满而赐地修法, 也可以这么说, 三无上眜中有人体和七世界的生命规律, 还有这个五指和精神的关系, 尤其是这个五指和精神的关系, 还有这个人的这个精神内在的烦恼的来源, 或者是这个烦恼对着的方法, 或者为什么我们实现这么多的中中的烦恼有出现, 或者是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公统的现先跟不共的现先, 为什么? 其实这些方面非常非常相细的在这里, 有刺激性的, 有修整性的在这里减少, 无知和精神的关系, 在下三眜中, 这个生命存在的形式以及相关的修炼方法, 这方面有一套比现宗更博大近身的理论和见解, 这些理论见解不禁能帮助提高整个密发理论的认识, 而且对显宗的这个专事, 呈佛理论和修持也有非常大的欺视。 显宗的立法是大乘佛法的基础, 无伤弥法是大乘佛法的定峰, 也就是说这个无伤弥法里面呢, 讲了这个佛陀的这个四专法论的这个总计的核心内容, 或者是四专法论之间的所有的这个, 刚开始讲第一专法论里面, 将英国跟这个中中的这个存在, 中中的存在, 然后第二专法论里面将这个所有的这个法呢都是为空, 都是为空这样的一个空性的观念, 第三专法论里面解释这个存在与空之间的这个矛盾, 或者是之间的很多人不理解, 一开始将这个英国存在, 这个很多外事外物都是存在的, 然后承受英国的规律, 然后呢第二专法论里面将这个空心, 然后这个之间的这个关系, 缘起, 然后第三专法论里面呢, 这个比较相细的, 也是也有透露很多的这个密宗的这个法在里面, 但是在第四专法论里面呢, 这些所有的问题, 然后相细的去解释, 相细的去观说。 以此,正去基身成佛, 藏传佛教各派都主重以密城的世修法门, 特别注重密城的世修法门, 比如说宁玛派注重求大圆满法, 撒迦派注重求道国法, 嘎鸽派注重求大收银满法, 格鲁派注重求大中观法等。 好,结束了。 这个蛮长的历史场合当中, 藏传佛教经历过声率融合, 但如今以五大传承的新史来传播藏地为主的世界上八十多个国家。 在这一项上, 简单地跟各位介绍藏传佛教的历史、 结构、传承、四乡以及修学次第。 因为事件的原因, 我就将到这里感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